弟兄姐妹平安 我想弟兄姐妹也需要鼓励 你们在这么多的选择当中 今天没有去别的地方 一起来敬拜神 我说弟兄姐妹你是很棒 我也在这个机会 有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是今天是911 在发生的事情是在15年之前 我们再次提醒我们罪国的权势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而且对我们的威胁比15年以前并不减少 而且可能还更严重 几个礼拜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作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美国就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代导 要积极地参与选举投票 你是美国公民的话 你要珍惜你这个权利 珍惜这个权利 而且同时也是义务 我们有义务去做 如果我们不去选举 我们不去投票的话 难道你希望不是属于神的子民的人 就是敌对神的人去选吗 那么选出来的人是什么人的人呢 所以我想不再讲很多时间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积极地参与选举投票 我也分享了以后 我觉得有姐妹 还有弟兄跟我讲 他们就去登记了 因为他以前没登记 他登记 你要登记才能投票 今天我们牧师也安排有人 如果是你不知道怎么去登记 我们就有人帮助你 你可以登记 因为你登记了以后 到11月8号 也就是你现在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天就会选举 那你就有权在那一天去投票 好吗 所以今天如果还没有登记的 一定找这个姊妹 今天去做登记 好吗 另外一个呢 我也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建的教堂 大家知道这个教堂在那个地方 在Little Lake 现在盖的就是数 都是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 这是神 神的心意 这是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我们为止 献上感恩 另外一个话呢 我就是说 做一些具体的规划 比如说 牧师以前讲 我们也有长远的规划 我这里给弟兄姐妹一个建议 关于长远的规划 怎么去规划 我们想这个地方是神 云药同在的地方 那么都是我们所向往的地方 那我们住都会愿意 住得比它越近越好 是不是 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一 如果你是想要做 就是房地产 方面的投资 就是说弟兄姐妹 你如果是想在近期里面买房子 或者是在将来买房子 你买房子一定要买得 你那个教堂越近越好 好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如果那个地方 在教堂的周围有房子出来了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定会把它买下来 好不好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 谢谢大家 第三个方面就是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 那个附近如果是有那个 有那个什么 商业的business 要卖的话 你们要把它拿下来 好吗 而且你要做新的生意的话 你先争取在那个附近去做 好吗 我这是个跟大家的一个建议 供你参考 给你参考 最后还补充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大学的事情 牧师今天早晨呢 他给我了一份信 这份信呢 是大使命中心 发过来的一份信 实际上也是讲 关于大学的事情 我就不在这里念 这个 他是英文写的 我也不在 因为时间关系 不在这里念了 但他大开的内容 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就是说 作为神的指明 你要理神你的职责 要好好珍惜你的权力 这次大选 美国已经偏离神的道 已经很远 很远了 当然冰冻三尺 归一日之寒 当时回头是路 他如果是从现在开始 能够转过来 让我们的心回转到神的心意里面 然后神的怜悯 就会来到这个国家 来恢复这个国家 神就会跟我们一起同工 虽然我们那个一个票 好像就是一票 那指什么呢 是不是 我不投 或不投 或投 有什么无所谓呢 实际上不是这样 你在做的时候 你是跟神一起去做 所以千里之行 会死于主下 所以不 我们能做的事情 我喜欢 以前我是年轻的时候 就喜欢做大事 现在我不想 我就做小事 我说我能做的事情 投票我可以做 我就投票 是不是 买房子 然后你多月住房子 买到什么地方 博客 买到教堂附近是最好的 谢谢大家 陈生是野心伯伯 要建立一个 以丰收的 让他为中心的 基督教的社区 你知道吗 哈利路亚 我已经挑战未平了 卖房子 办到这边来 哈哈 谢谢